嗨 家人们 前段时间呀 总有粉丝朋友来问我说 为什么我的牙齿内侧 总有一层黄黄的东西 而且怎么也刷不干净 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除吗 那真的这个问题呢 我还专门去问了医生 医生说呀 这东西就是牙结石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的 主要是因为牙缝中的残留物 普通牙刷是根本清洁不到的 慢慢呢就会产生大量的牙结石 而且呀 所有牙齿疾病 例如猪牙 牙周炎 以及口臭的最肥过手都是它 但是呀 这电动牙刷就不一样了 有相关的研究表明 三个月的时间 用电动牙刷的人 比用手动牙刷的人 牙菌斑少了21%呢 牙瘾炎少了11% 所以呀 最后医生给出的建议 就是使用电动牙刷 那最近呢 我也帮你们对比了很多品牌 才选择了这一款 舒宁的电动牙刷 因为呀 无论是从外观 还是从功能配置上来说 完全不输那200多的电动牙刷 而且呀 它的价格才不到100块钱呢 性价比非常的高 那话不多说 我来给你们看看 它的清洁力 到底有多好 这玉米呀 就像咱们的牙齿 咱们在玉米上 撒上一点胡椒粉 缝隙里呢 也撒上 来模拟咱们平时 牙齿缝隙里的脏东西 然后分别用普通牙刷 和电动牙刷来刷 大家看 电动牙刷 瞬间就把 玉米上的胡椒粉 全刷下来了 连缝隙里都能刷干净 而普通牙刷 却很难过到 这是因为呀 这个电动牙刷 用的是千元级的 声波振动 每分钟呢 有27000次的 声波振动 一分钟的振动次数 抵过你拼命 手动刷牙 一个月的刷动次数 那很多朋友 可能会有担心 那这么快的振动次数 会不会把牙医刷破出血呀 其实呀 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电动牙刷里 用的是优质的 PPT柔软刷毛 就像羽毛一样轻人 三岁以上小孩都能使用 而且呀 这个电动牙刷的刷头 会比普通的牙刷 略小一点点 这样才能更好的清洁牙缝 还能够灵活的伸到 口腔的最里面 清洁到每一颗牙齿 那这款牙刷 更让我心动的是 它的续航能力非常强 充满一次电呀 能用一个月呢 就算是出门在外 也不用担心会没电 这里有一个充电口 还是比较紧的 很防水 不用担心会漏电 而且你们知道吗 刷牙呀 只有刷够两分钟 才能真正的把牙齿刷干净 那这个电动牙刷呢 就有两分钟的智能定时 而且每隔30秒 会有一个轻微的震动 提醒你换个方向 出去刷 这样两分钟 就刚好把牙齿要刷的四个区域 上面的内侧外侧 下面的内侧外侧的牙齿和食物残渣 瞬间的清除干净 到两分钟就会自动停止呀 那在使用的时候呢 要记住这个小技巧 就是斜45度去刷 把刷头放在牙齿和牙龄交界处 因为在这个地方 就是牙筋般生长的地方 一定要清洁倒背哦 另外呢 还要提醒你们 如果之前没用过电动牙刷的 拿到这款牙刷呀 要先用它的强力美白敏感三档里的 最底下的一档敏感模式 用上7点左右 等到牙齿适应了 再换一个别的模式 性价比这么高的电动牙刷 快给亲家人都换一只吧 我保证你用了电动牙刷之后呀 再也不是享用之前的普通牙刷了 很多时间只有三天 大家赶紧点击 视频下方和关键链接去抢购吧 牙齿健康 一家人要折着鸡齐头 没奶 关键链啦 等我聊